3月15日,据韩媒报道,韩国女星聚慧善在电台采访中,自爆花样男子的片酬,她花了12年也没花完,震惊一众网友聚慧善坦言,直到现在,自己都在用花样男子的片酬生活,并大方承认,自己只要工作一个月,就足以支撑她在一年内,只做自己想做的事。 如今距离她的上一部作品也太过分了,已经过去了4年,她感慨地说,自己又要开始工作了,现在正在看下一部作品,不过,聚慧善除了演戏,还涉足了很多其他领域,她表示,演员对她来说,其实是一个副业,她现在主要在做综合艺术,包括画画,作曲和写作等,吸睛能力极强,网友们都惊叹于聚慧善的财力,但也有人表示无法理解, 因为她在和前夫安仔贤进行离婚大战时,曾有韩媒爆料称,聚慧善向安仔贤讨要她在婚前买的价值11亿韩币的房子,原因是聚慧善觉得安仔贤变心了,安仔贤和聚慧善,原本被认为是圈内的金童玉女,聚慧善2002年,就凭借美貌在网络上走红,进入娱乐圈后,也陆续参演了花样男子,妖术和桃术等热门影视作品,是出了名的才女, 而安仔贤则凭借来自星星的女大伙,颜值和聚慧善也非常般配,没想到,最后却闹到这种局面,不过,两人如今已经正式离婚,聚慧善也因为自己的过激态度向大众道歉,过去的终究成为过去,希望他们两人都能各自安好吧。 感谢观看